新闻来源 邵永龄 第六代战斗机无疑是当前各国航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这不仅是因为战机的代差决定了空战胜负 同时也意味着最先推出第六代战斗机的国家将掌握制定六代机标准的话语权 据环球网报道 目前已经宣布或正在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国家有不少 但真正披露过进展的只有中国和美国 所以中美两国谁将最先拥有六代机也经常被国内外媒体拿来讨论 向24日美媒防务新闻就援引美国分析人士观点表示 中国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上证取得进展 美媒报道 这篇报道先是回顾了中航工业在航展上展示的五尾翼战斗机模型 官媒透露的致言片语风声 以及美国军方对我国六代机项目进展评估 例如2022年时任美国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 凯利从表示 中国战机设计人员对六代机技术的看法与美国非常相似 即具备低可视化特征指数级信息处理和传感加速 在开放式任务系统方面采用高速编程和迭代能力 美媒称 美国空军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负责人布伦丹 马尔瓦尼认为中国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包含两种模式 即载人型和无人型 这取决于人工智能系统及其他必要技术的研发速度和水平 中国是无人机研发和制造大国 但这位美国专家认为 目前我国在航展和阅兵式上展出的攻击 十一等个型无人机还不能代表解放军无人作战飞行器的最高水平 如果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或者六代机的无人疗机使用 其技术含量应该远超当前的大型无人机 此外 马尔瓦尼还推色称 中国现在应该已经制造出第六代战斗机的部分子系统并进行测试 比如前几年被曝光的双座版歼20 该型号歼20被马尔瓦尼认为是解放军正在进行有人战机与无人疗机协同作战尝试 这项技术一旦成熟 必然会应用在第六代战斗机上 因为有人战机与无人机的整合 也是目前中美六代机项目的研发共同点之一 当被问及我国六代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亮相时 马尔瓦尼推色称 如果前几年中航设计师有关2035年是非某项研究成果的说法成立 那么中国可能最早会在2028年至2030年左右 推出首架六代机原型机 不过与我国六代机正在步入正轨相比 最近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进展却不怎么乐观 去年美国媒体曾宣称 洛克希德 马丁 波音和诺斯罗普 格鲁曼三家军工巨头 向美国空军交付了三架技术验证机 美国空军原本计划在今年选出制造商 但日前美媒防务新闻援引美国空军参谋长丹尼尔阿尔文的表态称 美军正在重新考虑六代机项目 有许多非常难以抉择的因素必须被纳入参考 从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的解释来看 所谓的难以抉择因素应该是预算问题 当前美国空军需要预算的吞金兽一点都不少 除了第六代战斗机以外 量产突袭者轰炸机 研发哨兵 洲际导弹以及升级老旧战机都需要巨额资金 而在今年总统大选到来之际 美国空军2025财年的高昂预算申请 不出意外又引起两党争执 对此美国媒体颇为悲观地表示 第六代战斗机是唯一能确保美国空军 在亚太建立制空权的武器 但如今两党的扯皮 美国空军对预算的争夺正在杀死六代机项目 或许美国空军根本就没有信心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 为了证明过去几十年 对救星机队数百亿美元的维护费用是合理的